其實延遲都好 好像政府都未好清晰 那些細事要怎樣做 或者想得詳細些時候才實行 我覺得現在暫時他都給不到確實時間 太多人反感 還有他推得太急 幾個月的時間就要改變香港人的習慣 是很難的 他應該趁現在數據出來慢慢再加上去 到一段時間起碼一年半再被人習慣了 源頭的分類各方面廚房分開才推就好些 政府昨天宣布暫緩定8月1日實行的垃圾徵費計劃 也沒有再定下具體實施日期 有不少市民都歡迎決定 環境及生態局局長謝展環今天早上接受港台訪問時指 在先行先事階段見到很多問題 加上絕大部分市民都不贊成 預期在8月實施法例 因此作出這個決定 同時不宜定立再推行的時間表 但強調並非放棄 謝展環在去年7月曾在立法會環境事務委員會會議上 表明垃圾徵費一定不會延期 但昨天他就宣布暫緩垃圾徵費計劃 謝展環解釋 暫緩推行是基於民情 因為見到社會上約有7至8成的市民都不贊成 預期在8月1日推行新例 他又指在4月先行先事的期間 政府也發現有不少問題 當中包括指定垃圾袋設計不夠方便 前線清潔工工作量大增等 以上種種都反映法例需要再改善 才可以去實行 他又強調暫緩再重整優化 並不是放棄政策 當大家有可接受的方案 政府看到民情適當就會再提出 而在現階段 他只與其再設定一個推行時間表 不如多做功夫在推行教育 和擴大回收網絡 會來得更好更實際 女大和決心 lived before 和過 karşı Cafe 架 那 發 手 崗